嗨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肖公棍 今天11月5号了 阳光明媚的一天 小伙伴们看 现在在你们眼前的这一颗冰玉 状态好不好看 美不美 下沉的叶片已经变成了 红色的了 然后这些小头 已经开始有暗闻了 棱角分明了 这一颗目前来说我还特别的满意 小伙伴们对这个盆有印象吗 这个是香尔当初送的盆 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看 我就在小白芳里面选了一颗冰玉 种在这个盆里面 几个月过去了 现在它已经彻底的浮盆了 你们看 当然我不敢使劲的提头啊 我怕翻车 但是这种状态的话 肯定是浮盆了 并且你这样摇晃它的话 是非常的有阻力的 哇 这颗冰玉长得是真好看 长在了我的心坎上面 像极了我的爱情 你们看 从这个角度来看真好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头呢 这个小头 一二三四五 相当于就是五个头 哇 这个冰玉的这种颜值 我是真喜欢 小伙伴们再来看一看 这一框冰玉 状态又不一样 这一框冰玉的话 像这种的话 它就是更果冻色一些 更透一些 看 是这种 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所有的冰玉 都是一个妈妈生的 它们的基因都是一样的 真的 我觉得状态不一样 纯粹就是靠控养了 我觉得冰玉的状态不一样 第一个 你看我所有的冰玉 其实都是一个母本 叶叉出来的 为什么状态不一样呢 我自己分析 第一个 肯定是叶叉出来的时间 也就是它年份不一样 第二个 还有你控养的一个状态不一样 哇 我觉得这一框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小伙伴们看 这一颗和这一颗 其实就很接近了 它们两个的状态 就很接近了 是吧 你看当时选的时候 选的这六颗 都是在那个小白方里面选的 现在在这个盆里面 它们都是一样的养殖环境 一样的配图 但是呈现出来的状态 都还是不一样 这六颗 我觉得状态都不一样 这就是多肉的魅力吧 也是叶叉的魅力 这一颗我觉得特别的果冻 我这个小脸真的是绝了 这个暗纹 你怎么这么美啊 这一框给你们欣赏到这里啊 再来给你们看看这一颗 这一颗漂亮不 我看这有几个头啊 一二三四五六 七个头 加上这个小头就是七个头了 哇 这颗也好好看啊 它是那种果冻色了 这颗的年份也很长 大概 我叶叉出来应该是两年多了 它的其实那个桩子是很粗的 只是看不到 因为它的叶层太多了 这颗的状态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再来给大家教一个作业 就是这两颗冰玉一盆的一个作业 小伙伴们还有印象吗 在八月四号发布的视频 就是给这两颗多头的冰玉 一盆的视频 当时是从小百方里面挑选的两颗多头的冰玉 一个移到了这个矮一点的这个盆里面 然后一个移到了这个高一点的盆里面 你们看 三个月过去了 给大家交作业了 浮盆的情况非常满意 你们看 然后这颗浮盆也浮的特别的好 我觉得这一颗应该是可以提头了吧 我试一下啊 千万别翻车 还可以 居然根系长满了 这一颗我不敢提 因为它的盆大一些 然后里面的颗粒会多一些 重一些 但是我看到这颗野草长得这么好 我可以想象它的根也长得挺好的 然后这一颗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呀 是因为水分太大了 然后下沉的叶片又黑幅了吗 等会儿我把这个叶片扒一下吧 这两颗表现还不错啊 其实我觉得昆明前段时间的天气吧 不适合多肉上色 但是真的是特别适合 这些多肉浮盆 仪盆 还有叶叉生长 挺适合它们的 就不适合成猪的多肉上色 因为我这边是属于鹿养嘛 上色的话还是需要温差 阳光 需要这两样的 这一颗冰月 不满意的是又长野草出来了 而且那个叶片 化水 你看这个根 野草的根长得还挺好 还挺茁壮的 哎呀 这个一定得把根 他们小伙伴们说 拔野草的时候 一定要把根给拔出来 否则的话 它又会长出来的 野草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啊 哇 终于全部拔出来了 你看它这个根系 比我的冰玉的那个根长得还好 下面我们来把这个枯萎 黑腐化水的叶片给它拔掉 这样它通风就好了 这种叶层太多了也不是好事啊 下一次的话还是要及时的把下层的叶片给它拔掉 又可以叶擦 然后它通风也好了 你看 你看这个叶片扒下来以后 它这个生长点还是挺挺好的 挺健康的 说明杆子是没有问题的 哇 这种一看就是水太大了 那段时间不是雨水好吗 然后我又想着它在浮盆期间 来点雨水浮盆浮得更好 肯定就把它拿到这个路氧区来了 其实也没有淋多久的雨啊 就淋了半个小时 但肯定是把它淋透了的 它这棚大 然后土里面的那个水分 总是蒸发不完 到最后的话就只有下层的叶片就遭殃了 你看这一片下来 它的那个生长点都是特别好的 这棵应该还可以尝试叶叉放到一边 这棵冰玉总的来说浮盆情况还是很好 哇 这个又是被晒伤了 小伙伴们看到没有 你看我把它扒下来以后 它这个叶片被晒伤了 但是生长点什么的都挺好的 这个我拿来叶叉看 它能否坚持到生根发芽 今年我感觉我的冰玉 生根发芽率还没有沉默怒高 看这一片也挺好的 像刚才那种黑腹化水的话 小伙伴们不用太惊慌啊 就是属于水分太大了 然后呢 它就把下层的叶片消耗掉 还好植株比较健康 如果植株稍微有一点问题的话 你像这种水一大了 它就容易 整个杆子出问题了 哇 这一片也挺好的 留着叶叉了 我顺便给它扒一点叶片下来 看成功 成功 呦 失败了 成功 把这一片掰一下吧 感觉这边的叶片太厉死了 成功 成功 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冰玉的叶片不好扒 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不太好扒 多扒几次以后 它又赶着了就好扒了 小伙伴们肯定会说废话 看 这个也是非常成功的 看 这颗就扒到这里吧 不用扒太多了 因为我觉得它这颗柱形挺好看的 我还想把它养得美美的 到时候好继续给大家交作业呢 好了 这两颗冰玉就给大家交作业交到这里咯 小伙伴们给我打多少分啊 我来把这一颗 先把枯叶给它弄一下 哇 这颗也是长得肥肥壮壮的 哇 小伙伴们 枯叶一撸发现里面有小头 那这不是更得下一点它的叶片下来了 这样它的那个小头才好茁壮的成长 那我把这些枯叶都先撸一下 看 这个枯叶都特别特别的薄 哇 这下面 这下面的这个小头还挺大的呢 小伙伴们看 哇 有好几个 最少都有两个小头 这里面也有好多小头 哇 哇 这片叶子化水了 好了 我现在来扒一下这个叶片吧 这样它那个小头就可以健康茁壮的成长了 先来扒这一片 这一片是最下沉的 这一片哪怕失败了都必须得扒 它影响那个 哎呦居然还成功了 这该说不说的 不错 表现棒棒的 好 再来 再来这一片 这一片的叶子其实有点消耗了 可能活力没那么足了 不过也成功了 挺好的 再来扒这一片 成功 哇 成功 好轻松啊 又轻松的成功了一片 成功 哇 粗杆子露出来了 小伙伴们你们注意看没有 这里面好多雅脸 你看这些都是雅脸呢 这边有这边的这个头都已经几变形了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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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一颗冰月 一会儿给你弄一点控制肥 好好的把这些小宝宝带大 小伙伴们看 收获了这么多叶片 小伙伴们看 收获了这么多叶片 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早上 好了小伙伴们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